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一致游戏Candy Crush 曾经风靡一时 没想到竟有死中玩家 长期沉迷这款游戏 搞到失恋 失业 还欠下卡债 人生几乎失控 最后靠着辅导乐界才逐渐好转 综合媒体报道 34岁英国人Natasha Natasha Wolfeley 4年前接触Candy Crush 后从此无法自拔 每天要花上18小时消除糖果 甚至半夜不睡躲在浴室继续玩 一天只睡三个小时 为了不断破关 Natasha至少在游戏中花了5000英镑 约新台币20万元 长期下来 Natasha无心照顾小孩 经常用薯片巧克力充当儿子的午餐 也常玩到忘了接送儿子上下学 她的同居人因此受不了 最后与她分手 她虽然一度删除游戏 不久后却又重新安装 继续沉迷 后来Natasha在超市工作中也被抓 她暴风玩手游遭到经理开除 她更欠下3000英镑 约新台币12万元的卡债 连礼法喝咖啡 买衣服的生活费都没了 最后 Natasha历经9个月的乐界辅导后 情形逐渐得到控制 虽然未能挽回男友 但她目前已找到新工作 来好好照顾我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